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你知不知道美國很有名的 蓋洛普統計公司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民意調查 就是美國現在有多少人 他們還相信上帝 大概75%的人 這麼多他們相信上帝 事實上只有19%的人 他們完完全全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上帝創造這個世界創造了人類 就是所謂的無神論者 在英國有另外一個智庫叫 Theos他們所做的統計裡面 有80%的英國人 他們相信上帝創造的人類 事實上比美國還更高一點 我想很多時候他們常問會說 真的有神嗎?神存在嗎? 是他們問說如果你可以告訴我 神真的存在你可以證明給我看 我就願意相信他 我不知道通常你面對到這樣的問題 你通常是怎麼樣回應的 其實從歷史歷代以來 最主要人們透過四個不同的論證 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第一個論證叫 創造的論證 其實很簡單就是因果慾 就是說有一個結果就必定有個因 我們現在看到有山 有海 有這個地球 有這個銀河系 有這個宇宙 那麼他必定有一個創造者 因為這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個果 那麼因就是創造 創造者 造物主 他就是這個 這就叫創造的論證 喔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就好像是喔 你看喔 如果今天我們走在路上喔 突然看見到我手上有 這些石原喔 在路上喔 我們突然看到走過 看到有一疊的石原硬幣 那你不可能覺得說它是by chance 對 by chance 它會疊起來 一定是有人把它疊起來 是就是這樣子的邏輯對不對 Yeah 其實你所說的是更進一步 是設計的論證 喔 就是說有這個錢幣存在必定有個創造它的 可是這個錢幣 它被雕成這個樣子 或者它被疊起來 這是設計 OK 就好像你現在身上這個衣服這麼漂亮 這個衣服必定有人設計它 是是是是 對不對 譬如說這個燈這麼漂亮 必定有人設計它 這都很複雜 所以你知道 你長得這麼帥氣 也必定有人設計 還有 你有在設計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 John 你知道你的頭腦裡面 可以裝多少東西嗎 多少啊 你知道我們的大腦裡面呢 可以裝十的十次次方 位元的東西 這次這個數字我 有什麼概念 100兆個位元 也就是如果寫成英文書 你大腦裡面可以裝2000萬本書 兩千萬本書 我們的國家圖書館呢 大概裝了三百八十萬本書 換句話說 你的頭腦裡面 可以裝五個國家圖書館的書 哈哈哈哈 這樣發現我們 太奇妙了吧 對我們每一個人 上帝創造我們 覺得這些衣服 這個燈 還有我們的大腦 絕對不是 突然之間就產生了 嗯 不可能會是這樣子 不可能會是個偶然 是個意外 就這樣子 沒有任何目的跟意義的 沒有那麼巧合的吧 是是是是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你把一千隻猴子 他們呢 放在打字機的前面 放在電腦前面 他們一直打一直打 打一千年 也不會打出 撒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這樣的作品出來 你知道 你聽到一首很美妙的樂曲 或是一篇很棒的文章 那必須是有人很精密去設計他的 嗯 這個說法真的太棒了 第三個論證 叫做存有的論證 也就是說 只要有這個觀念 就有這個東西 嗯 有神這個觀念 那麼就必定有神 就像有花這個觀念 有草這個觀念 有樹 有河流這個觀念 就必定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即使是無神論 也必須先有神 然後再推翻他 是你說對了 那麼 第四個論證 是很有名的 道德律的論證 C.S. Lewis 這很有名的文學家 他提出來論證 他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道德觀 譬如說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別人就告訴你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做 嗯 當他講說你怎麼可以這麼做 怎麼可以這麼說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標準 對不對 我們都覺得偷竊是不對的 說謊是不對的 可是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東西呢 這不是從心理學來的 這也不是從社會學來的 這不是從遺傳學來的 事實上每一個人的心裡面都有這個 羅馬書第二章十四節十五節 事實上有這麼講 他說沒有律法的人 照著本性做出律法的事 嗯 那麼他就還是遵行了律法 嗯 因為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的心板上 是 讓他的是非之心同坐見證 或以為是 或以為非 神把道德律放在我們裡面 我們會知道 這件事情是對 這件事情是錯 最終這四個論證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上帝是存在的 因為他是創造者 他也是設計者 這個世界 我們人體這麼精密 所以他是設計者 有神這個觀念的存在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道德